應該不難理解啦 反正就是每一次它會就產生 也許一天、兩天 這個是以天數或者以週、以季 然後有它的什麼東西產生 那你要把它全部加在一個總表裡面 用什麼方式最快呢?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剛好用到SAMIF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結果SAMIF 那SAMIF裡面的話按確定之後 OK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你的Range 跟你的SAMRange 實際上都不在你現在的工作表 這個Range跟SAMRange 都在第二個或第三個 只有你的Quantile 這個條件是在這邊 所以跨了兩個工作表 等於是說中間那個是在原來的 另外兩個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這個是跨工作表 基本上還好還算單純 就兩個工作表 只是說呢 做法上你要很小心 因為你只要選錯了 結果就一定錯 所以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Range 就是你要去哪裡呢? 去SAMIF裡面 去找什麼 特別是你點到SAMIF 你會發現它會是 去著2 驚嘆號 然後範圍給它 驚嘆號就後面的範圍 就這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Credit 有沒有再移回來 你會把他移回來 點中間這個 它會自動幫你切回到 原來的續著1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就切回來續著1 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同學 做錯事 不知道切到哪邊去的 然後條件 往侵入 加總範圍 再切 時速 有沒有 就是 它再切回到中間 又回來了 那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F4 好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欸 做完了 好 一次喔 那 3怎麼做 所以你會發現 公式差一點點 Ctrl C 加 Ctrl V 有沒有 好 展開 這邊改3 這邊 那少了兩個 14 好了 好 這 再加 這個改 做好之後按打勾 全部做完了 OK 他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一点 一点我没问题 这个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所以 五个小时 好 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老师可是 我做了这么辛苦 这个公式 如果将来把这个意思给人家 人家看得到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 不要让人家知道 我怎么做的 因为 人家一知道的话 就知道 尤其是你会发现 很多公司里面的 薪资结构 其实不是很 看起来其实就不是很公平 为什么 因为你跟年轻人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你的薪水 其实是他一倍 甚至更多 那你会不会有危机一事 应该会吧 因为你跟我做的事情 其实没有差很多 但是我领的薪水 因为我比较资深 可能比你多十年 那我就领 比你多一倍的薪水 其实 很多朋友也跟我讲说 他其实有点心虚 而且年轻人